谈及金国号 各路军迷评论很激烈 所以这些我们来聊聊金国号的导弹 天剑一型导弹 天剑一型空对空导弹 简称剑一 是第一款由台湾地区自行研发的短长红外线导引导弹 由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设计生产 供FCK-1金国号战机使用 天剑一型导弹 无论在设计定位外形与性能上 都非常接近AM-9响尾蛇空对空导弹 属于红外线导引的方式 射程应在8公里上下 属于短程缠斗导弹 研究团队是由台湾原先研发天马导弹的团队该组而成 团队简称为天剑计划室 负责金国号战机的空用武装研发及天翔计划 具体天翔计划的介绍 请观看我们金国号第一期的内容 天剑一型开发代号为天翔乙型 1983年开始研发 1985年代号变更为天剑一型 1986年4月天剑一型由F-5E改装的测试机试射完成 导弹本体研发舰度上 先与金国号战机完成 在金国号原型机出厂后 才进行与新型战机航电的整合及验证 在1993年研发正式结案 并与金国号战机先导生产型 一同剥交台湾空军使用 金国号战机可以在机翼的异端挂架上 各携带一枚天剑一型导弹 机翼下的内侧与外侧挂架 则可以另外各携带一枚 大部分的对空任务场合 只有外侧挂架会携带空对空导弹 以两枚中程 两枚短程导弹的配置操作 台湾中科院声称 天剑一型具有全方位目标追踪与攻击能力 但这个性能因缺少具体技术说明 故外界有不同的判断 一派论点认为 性能可接近AM-9LM 但另一派认为 天剑一型的寻标器 具有部分全方位目标追踪与攻击能力 整体性能 应在AM-9P4与AM-9L之间 由于金国号战机设计时 短程导弹挂架有整合 AM-9P4 及天剑一型的射击界面支援 且1980年代F-5EF量产时 台湾空军采购了大量的 AM-9P4的新弹 及升级套件 是机队武装规格统一 因此在空军的库存 仍保存着巨量的AM-9 因此在金国号服役期间 外界照片较频繁看到的 是金国号配挂AM-9P4 而非天剑一型 加上金国号战机减产之故 原定生产700枚的计划 后来删减为300枚 在弹药储备上也较为紧迫 天剑一型系统组成 与飞行性能如下 1.导引控制组 彩虹外线导引 前翅控制 2.弹头 10公斤炸药 具有2300片高爆玉成破片设计 每片碎片可以穿透 3分之3寸钢板 3.目标探测器 激光进发 进炸引信 碰撞引信 4.火箭推进器 低烟固态推进火箭 最大推力14000磅 5.尾翼组 具滚转负翼 6.飞行性能 接战缠头时间 最大可以维持一分钟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 天剑一型的具体参数 天剑一型属于 短程空对空导弹 服役时间1993年 生产商 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 单位成本约18万美元 重量90公斤 长度2.8米 直径12.7公分 弹头为高爆破片弹头 主动激光进炸引信 弹头10.34公斤 发动机为固体火箭推进器 一展67.5公分 空射板作战范围8公里 速度3.5马赫 天剑一型的延伸品有两种 即陆射板和海射板 陆射板主要配备在 捷铃防空导弹系统中 这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捷铃防空导弹系统 捷铃防空导弹系统 简称AADS 为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 以天剑一型导弹 为核心研发的 陆射防空系统 1995年开始研发 1997年6月的 汉光13号演习 首次对外公开 2005年正式成军 并加入战备 肩负低空防空作战的任务 有机会我们可以 单独聊聊 捷铃防空导弹系统 记得先关注 不迷路 好的 我们继续聊 今天的主角 天剑一型 目前已知的延伸型 是陆上发射的 捷铃防空导弹系统 陆用在台 VCM31轮甲实验车 量产型使用 丰田卡车 每部发射车可挂在 四枚天剑一型导弹 于1997年6月的 汉光13号演习中 首次亮相 导弹发射器 可做360度旋转 接战范围广 2005年正式成军 并加入战备 主要担任空军基地 低空禁破防空作战任务 讲完陆射版 我们再来聊聊海射版 海上延伸型 是由捷铃防空导弹系统 为基础研发的 海剑铃导弹系统 也是天剑一型的升级版 首度曝光于2015年8月的 台北国际航太 即国防工业展览会 海剑铃导弹 是基于天剑一型导弹 为基础研发的 新型面对空防空导弹 除战斗部与推进段外 其新型寻标头 追加的中途诱导模式 折叠弹域 与自转尾翼等技术特征 由于陆基的 捷铃防空导弹系统 有巨大的差异 属于天剑一型导弹家族的 最新衍生型号 其耕动幅度之大 应可自为一个新系列 海剑铃导弹系统 一座发射箱 有8到16枚的导弹 其导弹在原有天剑一型基础上 安装资料链接收器 并采用折叠自选尾翼组 折叠前翼的设计 其发射器有多目标接战能力 其将会取代原有的 方阵排炮系统 可提升海军舰艇 近空防卫能力 其功能类似 美国公洋短程反导弹系统 以着2017年 台北国际航太科技 即国防工业展展出的状况 海剑铃系统将有两种构型 独立运作的构型发射器 备有12枚海剑铃防空导弹 发射器顶上 结合射控雷达与光电射控仪 另一种则是 与船舰作战系统结合的构型 取消发射器上的雷达与光电系统 完全由舰上作战系统 提供目标参数与射控指令 导弹发射器则增为24枚导弹 2018年11月29日 中科院与海军在立法院首都透露 2020年完成作战测评 预计2022年量产出场 其他信息暂无 我们总结一下 天剑一型延伸了捷铃和海剑铃 它们分别又构成了 捷铃导弹系统和海剑铃导弹系统 除了舰载的捷铃导弹系统之外 台湾中科院也在规划 陆射版的海剑铃导弹系统 将导弹发射系统 雷达及射控系统 都装在于载种车辆上 成为陆基短程机动防空系统 因网友Tony老师的要求 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红外线导引 红外线导引也常被称作 热导引或追热导引 红外线导引以感应追踪目标物 与周遭环境的红外线讯号强度差异 来找掌握目标的位置与动向 红外线导引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进行攻击的一方 以特殊的红外线讯号照射在目标上 利用反射的讯号作为武器导引的依据 这种导引方式 最先以夜间使用的 红外线探照灯为开端 能够协助在夜间行驶 或者是寻找目标 可是在导引方面 并没有成功的发展 另外一种导引技术 是根据目标本身释放的 红外线讯号 与周遭环境间的差异 从而将目标分离出来 进行攻击的方式 这种被动导引形态 不需要另外使用任何讯号 照射在目标上 省区额外的装备 也不会轻动目标 缺点是 如果目标与周围环境的讯号 差异不大 或者是过低而无法分离出来 也就无法利用作为导引的依据 早期的红外线导引追踪的 是目标散发出来的 特定波长的讯号强度 对于导引系统来说 只是在寻找和追踪 指定波长下最热的目标 至于这个热源 是不是实际上的目标 就无法判断 其实加上冷却的技术 以及改进寻标器对讯号的灵敏度 这种设计的基本能力与限制并未改变 直到新一代的红外线影像技术运用之后 大幅度改善与提升红外线导引的层次 红外线影像不再是单纯的看到一个热源 而是进一步的看到目标大致的外向轮廓 类似以电视影像显示的形态 这种技术 红外线导引提供两向新能力 分辨目标的形态 与正确的追踪目标 虽然红外线影像的显示精细程度 无法与一般光学系统相比 不过概略的辨识能力 已经普遍运用在许多武器系统上 比如说区分船只或者是车辆的大小 或者区分目标是车辆 建筑或者是人体 而以传统方式伪装 或者是掩蔽 很有可能会被自己散发的红外线讯号 而清楚的自伪装下显示出来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吧 铁油们还想听什么内容 可以在评论区回复哟 感谢关注点赞和分享 我们下期见